在崔永元接连爆料范冰冰高片酬及一些不合理要求后,就在刚刚范冰冰工作室终于反击,发出严正声明,指出崔永元严重违反商业合同,并涉及侮辱女性, 要求他立即删除这些内容,不然就对他保留法律诉讼,留言的网友们支持崔永元和支持范冰冰的各自参办,有网友认为,所以崔永元爆料的这些事情是真的吗?不然为什么还在避重就轻的解释? 还有一部分网友则气愤提出,崔永元不敢得罪只骗人,导演,偏偏拿一个无辜的演员开刀,也算不上什么好人啊。 那么,我们新来屡屡主持人的崔永元,为何好好会盯上毫无瓜葛的范冰冰,硬扯着他来撕,甚至不习惯上泄密的罪行? 其实,在撕范冰冰之前,崔永元已经接连撕了两个人,第一个是徐帆,冯小刚的老婆,崔永元直接把徐帆几年前上金星秀的对话截出来。 当主持人问徐帆,不担心冯小刚在外面有飞吻吗?徐帆笑着回答,反正我们家是男人,你让他占便宜就占备。 崔永元还意味不明说道,一个会干,一个会算,虽然徐老师前阵子刚上综艺节目露面,明显这事没引起大水花。 接着,崔永元就撕了第二个,刘振云的女儿,我爸教我不要脸,李安教我不着急,他同样把这段话截出来,你爸那个快,李安那个慢,虽说刘振云和李安都是大咖级别,显然大众对这事也没啥兴趣。 这次,小崔,终于把目光聚焦在了范冰冰身上,先冷不丁就爆出几页合同,上面写着疑似某演员拍摄某作品的片酬是一千万,参费标准一千五百天,随行人员参费标准二百天等,不少人指出他可能说的就是范冰冰,今天范冰冰工作室发表的声明无疑也是证实了这一点。 这下子,网友们终于炸了,不管是范冰冰还是明星片酬的话题度,一直都被持续关注,更何况是范冰冰的片酬,事情闹大后,崔永元的目的也就差不多达成一半,为何崔永元要让范冰冰不得安生呢? 这里又得扯上一部电影,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,徐帆和范冰冰都是主演,刘振云是编剧,手机主要讲述了著名主持人颜首已和三个女人故事。 刚上映那会儿还引起了一阵热议,不过那时候网友们都还挺善良的,想的也不多,没说过特别过分的话,崔永元自己站出来,暗示身边有不少人都说手机原型就是自己,甚至他爱出活动,有人直接调侃他喊剧中的名字,这给崔永元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后来他患上抑郁症,据说有一部分原因,也是这个造成的,冯小刚做的也抡不厚道,就这样子,崔永元跟冯小刚从以前的朋友变成了仇人。 不久前,手机二又开拍了,原班人马到齐,范冰冰还兴冲在微博发了照片,借用电影中午月姓名,表示拍得很开心,崔永元当然是坐不住了,大家别以为他只把矛头对着范冰冰啊。 他已经骂了冯小刚不知道多少次,只是没啥人关注而已,借着范冰冰片酬让他一伙成名,今天中午,崔永元又公布个隐医版合同,并写到小合同一千万,隐医版大合同五千万,四天片酬六千万,这个钱也太好赚,那么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? 注意画下重点,崔永元机智的没直接指出是谁,用这哥们代替,就算大家都明白他指的是谁,还真不好告。 当然,崔永元所做的一切也许是想让手机二不能继续拍摄下去,而范冰冰只不过成了那只出头的羔羊,可羔羊一载,背后的人却不易撼动,也不知道崔永元这么做有没有效果,但得了抑郁症的崔永元,似乎还真有点可怕,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规矩。 崔永元就这么破坏了游戏规则,让人想起了曾经的宋祖德,不知道吃瓜路群众的你们怎么。